G字型格柵进气孔 充满运动感外形 国产轎车Artist 搭造新能款 搭载新世代2.0升 自然进气引擎 最多马力来到170匹 新能款的国产房车 融入品牌大量的赛车元素 包含头枕还有方向盘 都有GR的字样 同时也罕见导入 欧系进口车才有的换挡摸片 用新能款吸引车主目光 很多年轻人不知道 Artist曾经是台湾车市主力 还连续缠联19年销售冠军 每年平均可以卖3到4万辆 但这几年SUV崛起 销量减少 来到2023年Artist只剩1.5万辆 堪了超过50% 名次也调出前三 如今要靠新能款 复制暴力压的成功经验 整个台湾的这个房车市场 就是Sedan的部分的话 其实是越来越少 如果是做一般的这个房车来讲的话 他可能这个整个魅力都不太够了 同样日系的Centra也迎来大改款 搭配CVT变速箱 平均油耗来到每公升17.7公里 努力在萎缩的市场中取得市占 以往四门房车是车市主流 时宜来看国产同级剧 有三菱的Lancer 现代的Elantra Honda Civic 但这几年一一停产 市场上只剩Toyota Artis 跟Nissan Sentra两种选择 其实关键就是现在市场流行的 SUV家庭化跟比较舒适的空间 有小型的比较经济的价格 跟大型的比较舒适的这个空间 价格也还好 所以都促成了这个房车急剧萎缩 经典房车历经风光时刻 多家车厂不抵SUV浪潮宣布停产 日系品牌积极转型 不让国产房车成为时代的眼泪 参与众人员的方向 Tapto